我是樊东宁 武汉肺炎持续蔓延 台湾当局下令禁止口罩的出口引发了争议 批评政府捐赠口罩给武汉的台湾艺人 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那么有人认为两岸一家亲 本于人道理应互相扶持 但也有人说 北京当局持续地打压台湾 为什么要帮他们呢 我们今晚邀请了两位专家 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 武汉肺炎病毒蔓延之下 不断激化的两岸情仇 而在另一方面呢 欧美国家也纷纷以包机 将武汉的国民接走之际呢 滞留在武汉的300多名台湾的台商 却因为政治理由目前还无法撤出 那么有批评认为 这是将政治凌驾于了人命之上 不过我们也知道最新的发展是 经过了陆委会还有海基会和对岸的协商呢 这300多名的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台商 台湾人已经有望搭乘包机 在两天之内就返回台湾 那么台湾当局目前已经在北中南 各准备了一个指定隔离检疫的场所 有可能是根据我们收到消息 可能是军营的云区 或者是公务员住宿的一个场所 稍后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要跟大家来介绍 那么今晚来宾也要请两位来宾 但你了解武汉台商目前的最新情况 还有两岸究竟是如何 针对这一次包机返台的情况进行协商的呢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不过稍后我们会跟中广来进行连线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在台北 我们请到的是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 台大社会学的社会系的副教授 范云范教授您好 他已经在我们线上了 范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知道你一直非常关心 在武汉的台商的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也有了一个出现了一个转折 虽然说之前看到说各国都是用包机 把他们的侨民接回 好像只有台湾的台商没有办法被接回台湾 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着急 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最新的发展 范教授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所了解的一个最新情况 还有目前在武汉的台商 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范教授 好我想之前我们台湾这边得到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海机会 不断的跟对岸的海协会协调 因为有不少在那边的台湾人 那其实有很多也不是台商 那当然也包含台商 但多数是暂时因为各种原因 旅行或者探亲或者其他的原因 到那里的滞留的人 那整体有500人 有不少人跟台湾的陆委会 跟海机会联络 希望能够回台湾 因为那里的医疗 各方面公共卫生的状况 就是让他们非常的忧虑 那可是呢 一开始那个对岸是已读不回 那后来对岸正式官方回应的时候 却完全不回应说 是不是能让这些台湾人 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 包机用砖机回台湾之外 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表达的方式是说 那里的台胞已经受到良好的照顾 那我想这个部分让台湾人 非常的不能接受 因为就是任何人在这个危机的情况下 想回家是一个正常的人道的事情 那对岸的回应让我们感觉 这好像是一个政治的考量 就是你把一个危机时刻的人道问题 变成是一个统战的工具 那不管是说拘泥于字眼上 撤侨会不会变成 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或者就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省 然后你认为就是说 那个人民共和国就可以照顾台湾省的民众 可是毕竟这些人的家是在台湾 那没有染病的情况想回家 应该是一个就像任何人 这是一个人道的议题 那很庆幸就是今天下午得到的消息 就是两边已经协调到 那个湖北省的官方已经回应 就是可以让我们台湾 就是搭专机回台 那第一批就会有200个人 那这两天之内就可以回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这方面也在做一个 相关的一个防疫的措施 如何能够让他们在 适当隔离的情况下 那倾诉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也不会影响到 台湾的疫情的一个发展 好的非常感谢范云教授的介绍 稍后我们在节目的下半场 还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更新 目前在武汉的这些台包 还有台商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还有他们这个包机 整个协商的过程 不过我想在继续请教您之前 想要谈的是这一次 这个台湾政府禁止出口口罩 所引发的一些争论 那我们下面先看两张图卡 来看看台湾各界的政治 究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第一个看到的是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是说中国过去 其实是隐匿疫情 才会让这次的疫情 变得这么严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中国还在世界卫生组织 是一再的排挤台湾 说要先承认一个中国 才准台湾参加 防疫没有国界 但是他看到的是中国的不理性和蛮横 这是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说法 不过当然在台湾这样的意见 是比较两边都有不一样的 包括了前总统马英九 还有不同的看法 有关于这个口罩之争 他认为说 这个所谓的人道援助 其实是不应该考量到政治的 全世界都在援助的时候 结果我们属于同文 同种的中国人反而不做 这是非常失策 也是非常没有爱心的做法 那么范云教授 我们听到了两边不同的意见 那当这一次台湾当局 决定要禁止出口口罩 好像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 有人认为不够人道 您的看法 其实台湾的民众 过去从来没有不愿意 协助中国民众 那就像我们知道的震灾 台湾的很多的民间组织 因为政治上比较复杂 其实都有透过很多的方式 甚至直接到对岸协助 盖组合物各种方式的协助 所以其实就人道上 台湾其实不管是对日本的震灾 对中国的震灾 我们过去民间 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努力 那这一次其实主要情况是 因为台湾过去 台湾主要的口罩是从中国进口 可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自己的口罩 可能都不服使用 那所以当台湾自己 有限的口罩量 事实上是可能不足的情况下 那民众已经开始在采买口罩 在忧心口罩不足了 那对一个台湾的民族 选出的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 来讲的话 在忧心口罩不足的情况下 他先宣布就是说 限制口罩对任何的国家出口 我想是一个让人民安心 而且也是一个很实际的做法 因为现在像我之前刚到欧洲去旅游 到欧洲我其实已经知道台湾的疫情 我也买不到口罩 因为中国的游客在各地的大城市 都在抢口罩 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 当台湾其实自己能够提供的口罩 只占一定的比例 那有很多的口罩是依赖中国进口 可是中国已经没有能力进口 可是台湾跟中国两边人的交流 都是非常的紧密 疫情其实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时候 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他下令就是说不能够口罩出口 那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一个 不愿意协助对岸 就好像任何一个人想要救别人的时候 你得先自救 那医生要救别人 他自己不能染病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民选政府的负责人的做法 那有很多人把就是说 我们的苏贞昂院长对WHO中国的阻挠 就跟这个口罩的事情混为一谈 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衔接 因为事实上在口罩这个事情上 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执政党的行政院长 他关心的是民众在很危急的时候 想买口罩的时候 那是不是民众能买得到 如果民众买不到的话 他第一个责怪的一定是政府 为什么政府让他买不到口罩 那自己人都不够用了 那居然就是还把口罩运到 就是口罩的那个生产国 那上很多人后来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是说其实中国自己就有一定的产能 那从台湾自己本身是靠中国进口的话 口罩要从台湾运送到中国 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援助方式 好的 非常感谢范云教授 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 交给我们今天在台湾中广新闻网主持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他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演播室的来宾 并且直接来请教我们两位来宾有关于肺炎引发的两岸口罩之争 博弈 东您好 大家好 我是中网新闻网的叶博弈 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教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贸易系的黄玉军老师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 那么首先想请教这个黄老师就是目前这个先前对于大家大家都对于这个大陆方面不让台商回来有点为此 刚刚范老师也说过了 那么但现在这个台商已经包机回来了 可是目前看起来就是两岸方面原本在这个大选之前后对于这个国家主权的在选后好像稍缓下来 现在又随着这个疫情又开始升温了 您怎么看两岸又开始突然出来这样的情绪 这个两岸所谓敌对的情绪其实一直都存在 那只是因为平常班老板过自己的日子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把这个体拿出来讨论 但任何在重大事件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被拿出来检验 那我们先来谈一个 就是说两岸敌对的状况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那我认为在目前台湾的社会有两大的这个因结 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常年 就是北京当局常年在国际或者是两岸交流上 对于台湾有所打压 它对于台湾的打压是不符合台湾这个主流民意的 对于两岸的定位的看法 就比方说现在这WHO这个状况 那国际这个不管是这个加拿大日本或者是美国的国会都在帮台湾发声 那我认为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大的这种事件上的 民众就会反映出他常年被中国大陆北京当局这样子打压下的不符合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2016年蔡英文政府 他当选到现在两岸完全在官方上没有交流 这也造成说这个中国跟台湾 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两边的人民 在这样子的大氛围上也开始会有一些嫌隙出来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生病这个肺炎这个事件发出来之后 所以大家就会很多把过去的这些过去的这种情绪投射在这个事情上 那我们在此时此时只能呼吁大家说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 因为在这个这样的事件之内我们还是以人道立场为先 不然我们就会跟北京当局一样 把这个应该人道立场为先的事情用政治事件来解读 还是把政治摆在人道前 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台湾人民和台湾社会一个让外界觉得善良 对于这个大家都是很包容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那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情绪应该解释过是能被理解 但是我觉得台湾现在应该要放下这些情绪 然后还是去面对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人道的立场上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国大 第二个更现实面的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缘政治上是我们旁边一个国家 然后在两岸的交流上没有非常多的台商 这个或者是家属或学生一百多万将近两百万人 跟两岸的交流贸易或者是路客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等于就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门口上 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疫情没有办法好好管理 我们是第一个受到这个影响的 所以我想之前刚才也有讨论到就是说 台湾是不是要把口罩外销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这种朋友程度上 我觉得这个问题核心是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 现在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口罩进入他们里面 除非说他们官方的数字是错的 那不然台湾确实是要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中国大陆那边没有办法把疫情控制住 把台湾是马上水上去影响的 好的谢谢黄文老师 那么回到线上请教这个范云范 就是刚刚我们所讨论到一些的问题 例如说像这个先前在疫情爆发起初 就大陆方面就已经准许了我们 有两位这个专家到武汉去了解疫情 那么先前我们也讨论到说 好像这个台商迟迟不准包机回来 现在也准了 那您觉得这是一个压力下所做的决定 还是说迟缓下所做的决定 还是政治考虑下所做的决定 还是说他们终于不管怎么样 做了一些对的事情 在看法 我想应该是说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对的事情 那不管是台湾政府如何施出善意 或者是说对岸政府 这需要两方的智慧共同的解决 那我们只能讲就是说 之前那个不管是北京政府 或者是湖北省的政府所做的决定 他反而是把台湾民众的感情 推得越来越远 因为你如果真的觉得两岸一家亲的话 那台湾的人命 台湾人想回家 这基本上是一个人道的议题 那为什么选举的时候 就会让台湾民众可以包机回台湾 可是在这个危机的疾病的蔓延的时候 无法让台湾民众包机回台湾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说不通的 只能让台湾民众更愤怒 那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做这个部分 绝对是需要两方的善意 那我们很高兴得到一个实质的解决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 那我也提醒一下 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透过这个美国之音的官网 脸书还有YouTube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或是让我们两位来宾发表提问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或是您也可以看我们在脸书上的直播 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甚至您还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到节目现场来发表您的观点 或是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出您的问题 那我们开通了三支电话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您拨打 00-852-3001-7560 00-852-3001-7560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002-852-3001-7560 002-852-3001-7560 另外我们也开通了香港的电话 是3001-7560 好的 另外我想要请教在线上的这个范云范教授的事 我们除了这看到口罩之争之外呢 行政院长苏贞昌他也宣布了说 接下来台湾可以其实自己来来生产一个这个口罩的生产线 甚至是可以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就申请 申请生产出千万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能不能缓解目前台湾民众口罩公布应求的情况呢 你想请范云教授给我们一个最新的情况和介绍 范教授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台湾本来就有在自己生产口罩 而且我们台湾口罩也有出口 只是出口的对象国主要是日本 就我们从中国会进口口罩 但是我们口罩会出口到日本 所以可能是不同形态的口罩 那之前政府已经知道就是说 这个部分口罩的产能必须要提升 那所以之前已经是美日 刚刚讲那个美月数字应该是错的 是美日 美日本的产能是400万片 可是我们最近这两三天 因为这个疫情跟大家的感受不断的在变化 那今天行政院已经宣布就是说 再进一步提升 而且得到国防部的协助 那今天的一个宣布是说 会把产能提高到每天生产1000万片口罩 那台湾大概有2300多万人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 那如果是每天生产1000万片的话 那应该是会足够到台湾人民的需求 那也并不会那么的焦虑 因为事实上你如果在空气比较开放的地方 而且你个人没有染病身体健康的话 那政府已经呼吁大家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不需要戴口罩的 那只是说大家因为焦虑 担心买不到或者说存量不够 或者是疫情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在目前已经限制大家 一个人只能够买三片 在一般的超商会要防守 那大家会不断的去排队 所以我想政府宣布这个产能提高到1000 一天1000万片的话 应该有助于让大家不要这么的恐惧 买不到口罩 的确是 现在这个台湾民众都很担心可能会买不到口罩 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 就是说两岸会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爆发 引发了所谓的两岸的口罩之争 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黄玉京黄老师的是 你怎么看之前我们在口罩这个争议还在持续的时候 看到台湾艺人的一些说法 好像引发了这个网友们大量的评论 你怎么看这些艺人们的说法 导致了遭到网友们的批评呢 黄玉京老师 我想这个回到我们刚才讨论事情的直 这个口罩议题就是 我们要外出口罩议题大概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帮忙 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帮忙 我们花多少力去帮忙 就是说我有能力帮你的话 我要出多少力帮 第三个层次是对方需不需要被帮忙 那我觉得第一点 这个您提到的这个艺人 我想大概以这个范围起为主的话 我认为他比较犯错的问题 是他不应该用一些情绪性的语言 用一些不当的语言 甚至可以说不当的语言 去批评苏贞昌院长 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为什么很多人在批评他 但他讨论的事情 他讲的事情实际上是可以被大家讨论 那以我个人认为 或是我认识了台湾的话 我认为台湾是绝对这个意愿 去帮助中国大陆 那我认为现在这个台湾蓝绿之间的一个这个分歧来说的话 应该是说要花多少的力气去帮助中国大陆 那苏贞昌院长跟现在政府的态度清楚就是 我们要先把自己完全管好 才有力气去帮助别人 那我想这个可能马前总统他的这个态度是说 对方比较需要帮助 所以我们可能牺牲一点自己去帮助中国大陆 那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说 以我看到的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出来的资料 他们一天可以产大概2000万片这个口罩 那以武汉大概原来的人 城市人口大概1200万 如果你扣掉出去的300到 他们官方数值差不多500万人的话 所以他大概在八九百万情况下 他的口罩或许目前还是需要 还是够用 所以当这些范围期他提出这个口罩问题的时候 他在我们刚才几个层次里面 他就有一些落差 那我觉得他自己竟然已经出来道歉了 那我觉得我还是呼吁台湾的民众 用这个一般这种包容的这种心态来看范围期 那只是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 这个事情一旦犯政治化 很多人会批评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骂中国大陆这毒权 这种霸权 或者是说他们这个 因为这次武汉肺炎的问题 他不管完全全是天灾 他很多部分是中国大陆政府管理不当的人货 我看到很多网友在骂范围期说 为什么他不敢去批评中国政府的独裁 或者是这个人祸的部分 那我也是觉得在此时此刻 也不必要花太多的蝙蝠去讨论 我们还是以人道源为主 好的 感谢黄玉军老师 也继续请教在线上的范云范教授 那你怎么看说 刚才其实你前面也特别提到了 说过去台湾人协助大陆同胞的这个经验也是很多的 包括在这个地震的时候有组合物的经验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好像到了今年2020年 这次武汉肺炎爆发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好像跟以往不同的做法 这中间的转变究竟是因为什么 导致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没有办法像过去的这个天灾 成为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一种纽带呢 是不是像刚才黄玉军老师说的 因为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是有人祸的成分在里面 还是台湾的民意已经做了转变 跟我们做一些分析好吗 范教授 其实地震也都有可能有人祸在里面 因为地震的那个灾害影响的范围 也可能跟包含就是说预防的系统 也都可能有人为的成分 那但是比较大的差异 这并不是只是台湾对中国的态度改变 你看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这一次都对中国的态度改变 主要是因为说在这个全球化 彼此关系那么紧密的情况下 那这个疾病它是一个高度 高度传染性透过人跟人的肢体接触 然后就是说唾液的那个就所谓的飞沫传染 它是属于关系下的一个产物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不是只是一个医疗的问题 也不是只是公共卫生的问题 它还涉及到边界的管制 就一旦我想要保护自己的民众的时候 我就必须把这个边界完全控管下来 让人的交流中断 才可能阻绝就是说这个传染的病源 那这个部分那你如何让交流中断 那就是一个权力的转据 因为商业的交流一直都在 可是譬如说川普或者意大利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停止 中国人到他的国家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主权 那所以我想这一次 台湾跟中国的争议其实就回到 原本就有主权的争议了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边界管制 或想把自己的人带回来的时候 这个主权的问题就卷入了 这个健康的问题中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民众 会人家是心仇就恨 就本来就有主权的争议 可是台湾民众也有一些人 并不关心主权争议 可是大家都会关心生命健康 就好像你看到最近香港的议题 就是说香港要罢工 因为他们想关闭那个 跟中国大陆的边界的话 那可是他们的特首说 不应该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歧视就是说 这个部分的话 那就会有民众觉得健康重要 还是说这个边界的开放 维持形象重要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是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年代 那边界管控对这种全球化下的一个快速传播的一个高危险的这个传染病 就是只有一个掌控方式 就是透过主权做边界的管理 可是主权问题就是这一波台湾跟中国最紧张的 再加上WHO这个事情 又是辛仇就恨 上一波类似的SARS的时候 台湾民众记得很清楚 当时就是说台湾当时还拥有一些就是观察员地位 或者是观察员地位还比现在情况好好的时候 中国的官员就对台湾想要参与这个防疫中资讯的一环的时候 就在全世界的媒体前面跟台湾的代表说 谁理你们啊 那这种感受让危机时代的台湾人觉得 这根本就不是两岸一家亲 而且就是中国的当时的卫生部长说 他可以照顾台湾人民 可是事实上他照顾不到台湾人民 因为我们的政府跟他的政府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卫生部跟他的卫生部 我们的卫生部跟他不一样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辛丑就恨 所以WHO的议题为什么这一次会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元首 都支持台湾加入 事实上台湾加入的还不是要一个正式的会员国 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观察员的地位 观察员的地位不一定需要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现在WHO里面的观察员就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他基本上还有红十字会 对 红十字会这样的国际组织 他也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这基本上中国不让台湾成为一个观察员 这完全就是一个统战 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你不但说要让我们放下政治问题 可是当我们只关心健康跟人道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阻挠台湾人得到自己的健康权利的 就是中国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政治目的 他用政治的方式阻挠我们得到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政治问题是在这 就人道上中国的人中国学生 我教的很多学生是中国学生 他们来念书 我们都对他们非常的好 也希望他们能在这边学到东西 所以这绝对不是台湾人不愿意人道救援中国 而是这个政治问题是北京要负责的 是他在阻挠我们用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 然后用健康的方式就是说被牺牲了 我们的健康就是被牺牲了 好的我想从刚刚范云教授谈的这段评论当中 抽出两点来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老师 一个就是说这个勾起了薪酬就换 好像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为什么好像没有像过去一样 成为这个天灾或人祸成为这个两岸之间 一家亲的这个纽带 是因为这中间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了 包括北京不断的对台湾在国际组织 和国际社会上进行的打压 甚至刚刚也提到就当时那个 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面 这个谁领你们这句话 相信台湾人民当中都是冷暖自知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勾起了所谓的薪酬 两岸之间的薪酬就恨 那另外呢 范云教授也特别谈到这个点出这个主权的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如果拿台湾跟香港的例子来比较好 刚刚范教授也提到了 是不是有主权才有安全 因为在边界管控上面 毕竟台湾还可以有一个这个自主权嘛 自主防御的自主权 但是香港却没有 是不是真的是比较港台的话 是有主权才有安全呢 请教黄玉京老师 我想这个所谓的薪酬就恨 我们可以把它从两岸关系的历史的进程 做一个分析 2008年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四川地震的时候呢 两岸的这个关系相较之下 比现在是缓和很多 那我们可以从北京当局的态度去看出一二 那个时候北京他对于所谓的一中个表 或许有比较大的包容性 那从去年习近平主席的谈话 他把这个两岸的问题完全简化成一国两制 那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 对不起 这是主流民意没有办法接受了 或许少数的人他认为这是他们可以接受 但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对于一国两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然后尤其是对于过去 这个过去四年 蔡英文总统的执政这四年 北京当局不断的用一些语言 或者是一些政策伤害两岸人民的交往 甚至我们从去年看到这个香港当地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暴力的事件 或者是说一些反民主的一些现象 都让台湾的这个人民看到北京当局的这些 这个霸权的这个性质 我觉得这多多少少有影响到台湾人对 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样子形象 就变得让台湾人民反射在中国人民身上 我觉得这个也或许有点太武断了 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是很理性的 可以做出这个区隔 那但是我就刚才讲 就是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它的人祸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不只是它可能是事前的防范的错误 我们到今天都还有在怀疑 他们是不是还在隐瞒病情这样的状况 那我就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 跟两岸的特殊的这种往来的这种频繁 如果说中国大陆在隐瞒它的这种病情的话 台湾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很多人的情绪 就在我刚才讲的这几种情况底下 被挑拨出来 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 那就是说台湾中华民国 确实是一个主权独裔的国家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香港在这个事情上 因为它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 所以它在它自己的主权伸张上是比较差的 但是我相信 这个北京当局也没有任何理由 说要把这个疫情不去规范 然后这个发泛到这个香港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城市里面 那一般来说呢 国家它有它的主权 它当然可以方便它去做隔离 但是主权也不是完完全全可以处理这样子的公共卫生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做这适当的这个医疗的准备 然后做好全方位的一个应变措施 从一开始的呼吁民众 这个多洗手 这个多戴口罩 这可能这段时间没事少出门 或者是说现在可能我们延迟开学 到我们的医疗的这个人员 我们要怎么样的用什么方式 当这个有病患来的时候 怎么医治 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面对这个武汉肺炎 这种新的这种Virus 它的这个治疗的药 或者是这个这个未来可能会有疫苗 我觉得这一整串的东西 这一整串的或许跟主权来说 都是一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好的非常感谢黄玉军教授 那么我们现在在线上 有一些网友们也发来了评论 我再会念几个网友的评论 就请两位来宾 跟我们上半场这口罩之政话题 做一个简单的大概一分钟的总结 这位Ghibli Lin这位网友他说 两岸敌对 他认为早期中共虽然一直打压台湾 但是民间其实都是还是蛮和乐的 但是后来是因为中共 一直在两边乱带风向 彼此才越来越对立的 另外还有一个网友叫做 Brobosa这位网友他说 台湾其实不需要妄自肥薄 总是预设一些必须开北京当局 脸色的前提 立体颅罩是一个创新的策略 还有一位网友 CSU这位网友他说 台湾人能不能霸气点 自主新冠状肺炎病毒 全球抗疫联盟 那么全球发腰醒函 在台北召开大会 展开一场漂亮的全球专业抗战 不但把疫情可以捡到最轻 又可以打赢一场漂亮的国际公关 那么联盟盟友最后组成新的世卫组织 取代已经可以下架的现有 世卫或是并排成立 如果有这样的魄力呢 保证从第一天开始 台湾就天天可以上国际媒体的头条 有什么好损失的呢 这是这位网友一个非常创意的建议 事实上这次我们也看到 台湾在防疫方面做得不错 甚至在研发疫苗的方面 也做些突破 可以说是像全世界证明了 台湾也有办法在国际组织 或是世卫组织中 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的 所以我想就刚才这网友的评论 还有今天我们上半场谈的口罩之争 请两位来宾做简单一分钟的总结 先请在线上的范云范教授 我想我们就附和最后一位网友 所讲的他的想法很创意 所以台湾其实可以 透过我们的医疗实力 在这个领域防疫这个部分 可以串联其他的国家 甚至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 那甚至就是说另创新的国际组织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也公开的批判 WHO的那个秘书长 因为他公然就是称赞习近平 然后认为这里面好像领导的非常好 都没有隐匿的事情 让大家觉得吴钊燮的用意是说 难道是活在平行时空吗 所以为什么WHO会变成这样 这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探讨的 但是我想以我所了解的 台湾的医学界 其实已经在研发对抗新的疫苗了 那当然我们期待这个速度能够赶上 那我相信以台湾在医疗公共卫生这方面能力 还有我们在全民健保的一个 世界上算是一个领导性的一个品牌跟做法的话 我相信台湾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 让大家看到台湾的实力 而且能够一起贡献世界的一个防疫 要对抗新的病毒 那我相信台湾对世界的卫生会有贡献的 好的 感谢范云教授台北的黄一军老师 我想首先我们要在WHO 甚至这个安废一些大会上面排 这样的行为是不值得的 那么一个关键是分子 我们必须要疫情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世界是不好 台湾在医疗我们的这个品质上 或者我们医疗的这个电子化都全端 如果我们参与WHO下定能够做 不过我大概讲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黄一军老师 因为上半场的时间有限 我们的讨论就在这里先告一段落 好